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直播历史 在古代的战争中,我们见过敌我双方开战时 有时为了更能达到杀伤力,会在弓箭手上的箭头上涂上毒药 这样在射到对方后会通过伤口进入身体内,从而造成身亡 那为什么不在机枪里弹头上也涂上毒液呢 这其实与武器的设置有关,古代的弓箭都比较长 士兵在拿弓箭的时候,通常会去抓箭杆,而不去碰箭头 弓箭是通过拉满弓弦,用反弹的力量将弓箭弹射出去的 这就需要弓箭在空中滑行一阵,所以设计了弓箭杆 在战场上,士兵只需要对准目标,拉满弓弦,弹射就可 但是子弹就不同了,子弹比较短小,不管是发放子弹,还是在战场上安装子弹的过程中 战士们难免会用手直接接触子弹 如果在上面涂抹毒液后,自己的士兵首先就会触及 这样就造成了没有必要的伤害 另外,子弹的发射是通过枪挺,以高速旋转发射出去的 这个过程会产生热量,所以在发射完子弹后,枪口会有冒烟和发烫的感觉 涂抹在子弹上的毒液,也会因为热量而失去作用 但现代的战争中,子弹已经完全可以达到致命的作用 所以也不需要再涂抹毒药了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你的评论是我的进步 感谢收看